当地时间2号早6点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英培里尔县距离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约16公里的一个交差路口 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一辆运动型多用途车与一辆卡车相撞 造成14人当场死亡 1人在敷衣后死亡 并有10多人正在医院接受救治